如果硬要在东南亚推选出一个未来能与新加坡海军抗衡的 那必然是印尼海军 这一切都依赖于印尼庞大的经济总量 人口数量 特殊地理条件下对于先进海军装备的需求 以2020年为例 东盟GDP总量共计3039.53亿美元 其中印尼占据了三分之一 高达10584.2亿美元 而在地理位置上 印尼总面积191万平方公里 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海岸线长达54716千米 特殊的地理环境时的印尼 对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有着天然的诉求 二手军舰交易在东南亚诸国海军中十分昌盛 其中也包括曾经囊中羞涩的印尼海军 而且印尼海军买二手舰有个特点 要买就买大的 全包 在1986至1989年将荷兰海军阵营中的六艘 范斯佩克集护卫舰全部拿下 称为艾哈迈德亚尼集护卫舰 大大增强了印尼海军实力 其中距离范斯佩克集护卫舰服役 也不过仅仅过去了17年性价比很高 范斯佩克集护卫舰是荷兰海军在上个世纪60年代建造服役的一级护卫舰 以英国12型利安德级护卫舰为原型 只在取代老迈的每日二战结束后转手的坎农级护航驱逐舰 相较于荷兰海军二战后服役的诸多护卫舰 但范斯佩克集护卫舰并不算太出彩 印尼海军在引进艾哈迈德亚尼集之后 在本世纪初期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升级 将原舰的蒸汽轮机推进更换为柴油机推进 将原舰的英质JUCE20海猫短程防空导弹换为阀至西北风防空导弹 同时也将原舰反舰导弹升级为两具双连装C802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除去艾哈迈德亚尼集 印尼海军曾在东西德国统一后的1993年 堪称又一个骚操作的一口气 打打包了东德海军阵营中16艘帕奇姆Y型轻型护卫舰 成为卡皮坦帕提莫拉级护卫舰 嫌后371到386 帕奇姆Y型轻型护卫舰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东德海军旨在为沿海返潜作战而研制开发的一类护卫舰 16艘帕奇姆外形护卫舰分别于1981年至1986年服役 可以说印尼海军购入时 这批军舰的服役年限并不长 作为轻型护卫舰 帕奇姆外形吨位只有769吨 主要武器也仅有一座双连装57毫米炮 一座双管30毫米速射炮 以及舰桥前方两座经典的RBU-6线反潜火箭发射装置 适用于近海防卫 巡逻反潜作战任务 印尼海军另一个骚操作 是在2012年仅以原价五分之一的超低价 接盘了文莱海军下了订单后面拒绝接收的 三艘英制2000型导弹护卫舰 并称为帮托莫及护卫舰 嫌号357到359 此时距离手舰下水已经过去了11年之久 满载排水量为1940吨 和马来西亚来库及护卫舰同源 总体来说也算是舰体较新的二手舰 并且印尼海军在接盘后将反舰 防空导弹更改为飞于Block-3反舰导弹 和米卡点防御进程防空导弹 大大加强的帮托莫及护卫舰的战斗力 二手舰在乡也没有新建乡 在2021年6月10日 意大利造舰巨头分坎蒂尼造船厂 和印尼国防部签订了 六艘全新的欧洲多任务护卫舰的合同 但是擅长简陋的印尼海军 自然也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将目光瞄向了意大利海军镇中老兵 预计在2024年前退役的西北风级护卫舰 签署的合同包括 意大利将翻新出售两艘即将退役的 西北风级护卫舰交付给印尼海军 西北风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为3200吨 主要以反潜作战为主 以弥补前行舰狼级护卫舰反潜不落的缺点 反潜武器有两座三连装 MK3二型324毫米鱼雷发射装置 外加两具533毫米B516重型鱼雷发射装置 此外较狼级护卫舰还可多搭载一架 反潜直升机用于远程反潜作战 从印尼海军这些的购买记录来看 印尼海军购买二手舰出手扩扩 习惯性一口气包援 并且善于把握机会 经常能搏到低价 并且建林较短幅一年限不长的退役舰 堪称二手舰购买中的王者 彩虞购买到博生